带你来关心PC Home USA与北加州台湾工商会 共同举办一场从USA出发 迎接华人电子商务时代的论坛 那么除了PC Home董事长詹洪志进行专题演讲 来介绍华人电子商务的趋势 并从台湾邀请三位经营电子商务相当成功的名店创办人 来交流台湾电子商务的心得 由PC Home USA与北加州台湾工商会 共同在南湾浙家饭店举办的从USA出发 迎接华人电子商务时代论坛 邀请到PC Home董事长詹洪志专题演讲 介绍华人电子商务趋势 果然信350多位各界人士到场聆听 而驻周军山办事处处长傅正刚 乔务委员林贵湘 圣他柯拉拉现议员柯提斯 密尔比达市长爱和谐等人也都亲自出席致贺 附正刚处长至此时表示 台湾企业勇于开拓 电子商务商机无限 而湾区有资金 人才以及创意扮演非常重要角色 詹洪志则提到 PC Home USA目前提供美国 加拿大 中国 香港 澳洲 与台湾卖家在平台上刊登商品 推广期间包括平台设定费 商品上架费 成交手续费全部免费 不限刊登商品数量 金流方式并结合PC Home Pay支付联 Payport等第三方支付服务 詹洪志表示2013年台湾电子商务产值 达7673亿新台币 2014年可以成长15% 到了2015年将可突破兆元 而美国实体通路 加上商品有超过80% 皆为亚洲生产制造 却只有极少数亚洲商家 能顺利进入美国实体通路 而PC Home USA C2C电子商务平台 可以让华人经济圈进一步提升 希望所有店家都可借这个平台 把商品销往北美 他也希望将台湾电子商务经验 带到美国 上线有两个重大的目标 第一个是希望能够通过 这个平台的存在 能够让华人经济圈 有进一步提升的工具 那这个第二个想法是 希望通过这一个交易平台 能够让太平洋的距离 能够缩小一些 85度C美国区域执行长李明哲 也透过幻灯片 简介分享创业过程 而郡内百官执行长阮奇伟 周老爸时尚饼铺创办人周刚毅 邻果良品皮鞋创办人曾信如等 三位经营电子商务相当成功的 台湾名店创办人 也在现场与大家分享交流 台湾电子商务心得 全球许多公司都想要抢夺 电子商务这块市场 詹红志有信心的表示 透过电子商务平台 未来不论是个人卖家 微型商家 或是中小企业 都能以低成本快速且简易的方式 将商品销售到全美国 协助发展华人全球贸易 进军国际市场 台湾人市黄本出 美国盛河西采访我到